美与季节第一波封面报道 水利鼠赶快把握机会要进行地面人造与作业 而目前缺水情况最严重的竹苗地区 包括竹科等用水大户都拟定了应变计划 到时候将会出动大批的运水车到各县市取水 试作人造雨的暖云验尽随着火焰飘散到空中 要让云层迅速吸收水器达到降雨的效果 美与季的第一波封面报道 北区水资源局赶紧把握机会 在水库集水区试作人造雨 今年水情不佳导致我们水库缺水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石门水库 以及宝山第二水库上游 吃作人工造雨 看能不能增加一点水库的进水 新竹地区从周日就断断续续飘小雨 但对水库的进账却几乎没有帮助 截至周一上午为止 宝山水库的蓄水率仅剩48.5% 约260万立方公尺 而主要供应竹科用水的宝二水库 蓄水率更是跌破三成 一旦限水工业用水大户逐个园区预估 每天需要有500辆的运水车 这个运水车现在水公司这边还没有 告诉我们是到哪里取水 但是如果这个附近地区 桃园 新竹 苗栗 甚至于到台中都没有都是限水的话 那显然就要到像桃园以北 甚至于到彰化以南 中部以北地区水情不佳 如果再不降雨 五月中旬可能就会进入第二波限水 骑车业也是限水对象之一 不过与业者倒许不担心 我们是还好 因为我们用的是井水 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太大 老天再不下雨 缺水情况最严重的竹苗地区 如果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首当骑冲的将是工业等用水大户 到哪找水源以及怎么节约用水 将是一大挑战 记者人 新竹报导 气象局前天发布大雨特报 但是降雨的情况零零落落 而水库的水位早就拉起警报 经济部表示最快这个月中旬 包括陶竹苗地区 还有台中和彰化 可能要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五月美雨季报道封面南下 不过全台降雨量还是偏低 一整天下来全台各地降雨量都不到10毫米 降雨量最多的马祖只有7.5毫米 台湾本岛最多的南投荷欢山也只有5.5毫米 相局表示 这波封面将在3号晚间到4号晚间出现 比较大的雨量 所以明天晚上到后天这段时间 可能降雨会开始比较明显起来 那到时候可能在北部的降雨会稍微明显 那中部地区也有一些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 降局表示这波封面结构 降不完整 预计5月中旬之后才会有比较长的封面 由于春雨不足 各地水库的水位都已经拉紧报 水真的不够用 包括陶竹苗和台中彰化 都已经进入黄色警戒的第一阶段限水 也就是夜间减压供水 如果降雨量再不理想 经济部长誓言想表示 5月中旬就得启动第二阶段限水 综合判断的话 大概到5月中旬 就看这一波跟下一波的降雨情形 要做个综合判断 需要进入第二波的限水 未来如果到第二阶段限水 用水大户向洗车业和游户职业 都将首当其冲 至于农业 农委会主委陈武雄表示 现在到座已经过了虚水期 农田也灌午休午 影响有限 水并不是完全不供应 它是用所谓的灌溉管理 有的地方是给五天停五天 有的地方是白天给晚上不给 由于教育不足 经济部目前已经启动人造雨计划 希望让集水区有充足的雨量 让全台水库都能暂时解渴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的新制度 在五月一号正式上路了 新版规定屋檐雨遮不能计价 但可以登记 而消极会认为 一旦房子盖好了 到时候城屋买卖时 还是可能计价 将会变成一国两制 造成市场混乱 因此消极会建议 雨遮不要纳入登记 五月一号开始 根据新制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的规定 预售屋屋也与雨遮的部分 只可登记不计价 消费者虽开心 却也担心 舰商会把成本转嫁到其他的费用 虽然你说 它雨遮是负责或什么 可是它可以提高房价 不止消费者担心 有专家也发现 目前有些舰商会先和买方签 预约订购单 收取预约金 等预售屋盖好后 建商才在签成屋买卖契约 就可规避雨遮不得计价的心智 我们认为有签预约单的人 其实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 具以主张 那么依照预售屋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效果 所谓的印记载事项 构成你的契约的内容 新制预售买卖定型化契约 除了银行信托外 另增设了不动产开发信托 同业或工会连带保证 等等五种履约保证机制 希望可以保障 所有买预售屋的消费者 不消机会发现 新制契约中的履约保证 并不保证房子一定盖得起来 而且无瑕疵 没有任何一种达到的效果是 让消费者可以拿到完工 产权完整 无瑕疵这样子的一个 保证的目的 消机会建议为了避免争议 雨遮应该全面改为直接不登记 另外也建议 新城屋和中古屋的屋檐雨遮 也应该要纳入 而主管机关消保会 也应该要加强履约保证的细节 考虑新增预售屋完工的保证 让消费者的权益更有保障 记者申小青 陈昌伟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陈连桥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出席重要场合 男生最好是穿西装 手语的结构是 男生 人趣 重要 西装 礼帽 药 双手伸出大拇指 在胸前做出往外翻的动作 表示西装的领子 这样就是西装的手语了 出席重要场合 男生最好是穿西装 прод的 百度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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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双手 小青 作为 矢 中 小青 工 小青 小青